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汤们都口耳相传 但2015年那场苏迪勒台风 不只冲走了所有的巡龙鱼 连鱼池和餐厅也全毁了 损失至少三千六百万元 究竟他们是如何克服困境 走过风拆 笑看人生呢 带你们来看他们的故事 好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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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样...好嘞 好嘞...好嘞 好嘞喔 没有事啦 好不好 它现在太大只了 太大了 好嘞啊 现在...哦 这条有二十几公斤啊 生命力旺盛 有如水中绞龙的巡龙鱼 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淡水鱼 在地球上已存活一亿四千多万年 由水中活化石之称 稀有珍贵 是灵蝶与叶芽花多年来辛苦的心血结晶 虚龙鱼 你看 它又是古代的佛化石鱼 又是皇帝吃的鱼 它的营养价值什么都不比 尊鱼的蔓鱼差 所以当然是首选啦 大直一点的喔 虚龙鱼这个养殖的过程喔 它大小会很明显 好 这个 它投进去它就跑不掉了 这支喔 这支应该快两年了啦 那怎么办 它不太怕人你没看 走吧 我们到厨房去了 今天我们有时来坐的客人 安心养殖 现点现捞 一刀是林大哥对美味的坚持 一刀切下 可以看到满满的龙筋 将鱼肉切片 传统豆腐排入清蒸锅中 再加入葱 姜 去除腥味 放入蒸笼蒸 大约15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这道清蒸鱼鱼 口感吃起来肉质细致 不需过多的调味 就可以吃到鱼肉本身的清甜 营养价值高的鱼龙鱼 肉质极佳 从鱼头 鱼肚 鱼身 到鱼骨 多种吃法 可说一身都是宝 爱吃重口味的朋友 可以尝试这道工饱鱼鱼 切成块状的鱼鱼肉 经过盐和胡椒粉腌制 裹上太白粉 用高温去油炸 先将鱼肉的鲜味锁住 加上大蒜 辣椒 用大火爆炒 倒入鱼肉丁拌炒 同时勾芡 将辣椒的香味 逼炒出来之后 放入花生 这道香味扑鼻的公饱鱼鱼 保证让您多吃好几碗饭 现代人注重养生 这道五福鱼鱼柳 每一块鱼柳都是扎扎实实的 汆烫之后 用台湾的山药 黄椒 甜椒 青椒 以及白果入菜 不用额外加什么酱料提味 吃起来健康清爽 又美味 另外这一道是精华料理 将鱼头整个下锅 经过熬煮后 会呈现半透明状 丰富的胶原蛋白 口感Q弹 满满胶质 是女性的美容盛品 冬天适合进补 这锅养生汤是由二十几种珍贵中药材 加入熊龙鱼头熬煮三到四小时 滋补养颜 营养价值高 我们熊龙鱼 自选择带皮的熊龙鱼 下去做清蒸的料理 那让大家吃比较就是原味 对 这一道是我们的熊龙鱼柳的部分 我们把鱼柳配合彩椒 也是吃它本来的味道 吃起来会比较清爽 这一道是黄金牛棒熊骨汤 所以是用中骨跟头骨 所以你看到透明的部分 就是燕窝的部分 有沒有 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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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 有没有 那这一道是公保熊龙鱼 比较特色的是 不是公保鸡丁 是用熊龙鱼肉丁下去炒的 号称黄帝鱼的熊龙鱼 全身富含胶脂 鱼肉无刺鲜美肥嫩 是养生保健的最佳补品 白色的熊龙鱼软骨 经过熬煮后 會成半透明状 富含胶原蛋白 在清代列为贡品 由熊鱼头骨美肾燕窝之说 加上二十几种的中药材 熬煮汤底 不论做成养生汤 或是甜品熔燕窝 都是很好的美容盛品 我现在要做的是熊龙鱼 熊龙鱼干贝XO醬 那这个部分是干贝 这个部分是熊龙鱼肉丁 这道特别的熊龙鱼干贝XO醬 水用自家安心养殖的熊龙鱼 以及顶级干贝 经过手工炒制两小时 每一口都吃得到熊龙鱼的Q彈 以及XO醬的香气 这是熊龙鱼一夜干 大概是整尾的熊龙鱼下去 做黄金比例的那个咸水 然后风干的一个晚上烤起来 它就是很完整的一个 所有营养都在里面 甜度 口感都很好 你觉得口感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不错 尤其你在看这个鱼的部分 非常的Q彈牌 吃了整个胶原蛋白质 都非常的过瘾 那个汤不错 因为它包含了很多的中药 枸杞子还有红枣 那整个在浴谷里面的话 可以包含了很多的胶质跟钙质 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鱼 味道跟一般平常吃的鱼 不太一样 蛮弹牙的 很有弹性 非常新鲜 因为这边的三泉水非常好 它吃起来没有腥味 然后处理得非常干净 三峡有牧里 地势不高 但因处于保安林保护区 不可随意啃植 造就了山泉水干净清澈 非常适合巡龙鱼的生长 但要让巡龙鱼的肉质吃起来弹牙 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 我们的池子大部分都是八角形的 我们的水会做 那鱼它会溺水油 那这个有个作用 它会把那个脏东西集中到中间 会排走 所以我们的鱼养起来会特别的好吃 而且像土鸡一样 除了特殊的八角形池子设计 提高龙氧量 林大哥还采低密度养殖 让鱼有更充足的活动空间 在它的养殖池里 我们还发现了难得一见的水中浇客 这个是白化的行龙鱼 它十万颗卵才有一只 它再过一阵子 越来越大 它会变成金黄色的 它有日照的关键 它正常是白的 但它在头哪里 它会变金黄色的 我们在孵化的时候 大概十万颗卵会有一只两只 要养起来不好养 这种不好养 那有很多客人问我说 这药可以吃吗 我说当然可以吃 只是我们舍不得 白化巡龙鱼相当稀有 成长期缓慢 照顾不容易 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 不像许多人是因为怀抱梦想 其实林大哥当初是个门外汉 会开始养鱼 一切都是五星插柳 这里原来是四个 昆山工专的学生 他们来这边养鱼 那养的也不错 只是被毒死了 刚好在找股东 那我哥哥刚好来吃饭 来吃饭一弹就相当盛饭 就把我们的家产 就回去就找我能贷款的 就把他贷款的贷款的 就把他压下去了 就这样莫名其妙就进来了 接手养殖场的前几年 林大哥以养殖尊鱼为主 但因为尊鱼太娇贵 加上同业竞争激烈 不容易销售 更惨的是还面临遭小偷光顾 把整池的鱼都脱光了 小偷来跟我们偷新鱼鱼 那刚好一找我起来的时候 我看到 我走路看到说 这只怎么看起来就是死掉了 那我当初我的感觉是认为说 这是不是夜路叼着 掉了 那我就顺手就随便就 想说这也不够了 切菜了 就应该吃这个蛋了 就发现怎么有这条鱼 因为我们被抓光了嘛 那时候鱼被抓光了 没了 回想起来就是我刚刚丢的那条 害我这 怎么可能 所以他开始尝试养殖 甚至选择难度高 几乎没有人养的鸭嘴鱼 但是刚开始却让他吃尽了苦头 其实我看到鸭嘴鱼 我第一次看到它我就爱上它 我就 这鱼很可爱 我一定要养这个鱼 就那时候因为 美国那边一次进口 它要十万颗卵 而且一颗十几块 所以一次要一百多万 所以当初就好 大家就找了三个人来合伙 一起服务 我只分到五只 五十来万只分到五只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 孵一批 死一批 你投下去 那真的是买经验 第二年五百只 三万颗剩五百只 那第三年就不敢孵了 因为再赔下去不得了 赔了几百万 有了惨痛的经验 为了提升养殖技术 林大哥下定决心 前往美国学习 花了一整个月 了解鸭嘴鱼的生态习性 才提高孵化成功的几率 来 这个是鸭嘴鱼 它这个不能太用力抓它 它这个会受损 鸭嘴鱼它的稳部 上面布满它的感觉神经 这三年多的鱼 这很漂亮 你看 它嘴巴是这样子 很特殊 很漂亮 细心呵护手中的鱼 就像是呵护自己的孩子一般 短短几年 林大哥因为养殖 稀有鸭嘴鱼 而声名大噪 但三年前的一场意外 却是他这辈子 无法忘怀的那样 2015年 苏迪勒台湾重创三峡 大雨夹杂的泥沙 此夕而下 养殖城堂三天 全被大水破坏 缺毁了林大哥 三十多年来的心血 两年前的那个苏迪勒台风 它是吸水整个这样暴涨上来 整个淹满 然后直直的这样子 在8月8号 就是这样直直的冲 冲毁的那个接缝的那里 做好的那个河岸护体 整个直直的冲到餐厅 然后在溪中间的那个咖啡厅 整个是被冲毁了 餐厅的里面 事实上是淹水淹到130 然后淹泥几乎 差快要50公分 最惨的是厨房跟咖啡厅 咖啡厅是整间不见嘛 咖啡厅马上就剩四根住屋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厨房嘛 那厨房就是都东倒西歪的嘛 因为石头的力量 大自然的力量 真的是亲眼目睹才知道 它真的是太恐怖了 虽然事隔三年 何想起当天的情形 夫妻两人心有意忌 我有两个水头 我三点多去 大概四五点的时候 发现这边不行 我又跑到另外一个 两个的状况是一样的 你跟他弄一下 人没办法站 我们那个新来那个同事 走啊 他在那边一直说 你那个酸啊 酸啊 我说这没问题 因为我不怕 可是后来我也发现不对 我也赶快跑 先生去接水管 然后去修理水管 他跟我说 老婆你要记得 不能要钱不要命 闪一撑开想要过去哪的时候 其实看到梁亭银冲走两个了 那时候我心里在想 我不敢去了 还好没有去啊 命是保住了 但一个无情的台风 毁了大半辈子的心血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 让人措手不及 因为怎么讲 我们遇到这个风灾很大 可是我们以为世界末日了 那时候当时啊 我们不知道说我们断水断电 断粮 可是我们不怕断粮 开餐厅应该照理讲不怕断粮 因为我们还是88嘛 89 其实私材很多 没想到我们都捞不到 我都说真实的铁达尼号 是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是穿着余服装 然后撩水 要去拿矿泉水 可是怎么拿 怎么拿 都是拿到海泥根 大自然的无情 若不是亲身经历 恐怕无法真正体会 一夕之间 鱼池和餐厅全毁 损失至少3600万 整个我们那个水源头都没有水啊 整个都坏掉啊 整个水管什么 水源头都被冲掉了啊 这边不是被烟 这边是干掉的 没有水 没有水 这个鱼冻不掉啊 就是啊 损失啊 四五万尾的鱼 剩到好像四千多尾 大概剩十分之一啊 台风前我一百尾喔 最小的有七十公斤 最大的一百五十公斤 那时候还有人出价 一条十五万人民币 要跟我买 我舍不得 为什么 舍不得卖啊 因为我养他十四年啊 我真的舍不得卖啊 结果 结果 没想到一个台风来啊 全部都没有办法 都走了啊 我们要救他也救不了啊 我们当初来这边投资的时候 我们就接近所能去 贷款就把它用下去了 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啦 就喜欢这里 就认同这里的理念 可以贷款都捆捆下去 后来 夭壮 一直到够了 林大哥说 虽然每年都会因为台风 而有所损耗 但像苏迪勒这样灾情惨重的 三十几年来还是第一次 沉痛的打击 让他几乎无法面对 台风 你知道第一时间 我自己都傻了 你会觉得这是梦 真的是梦 这不是真的 可是当你真的看一下 你 靠要 这是真的 很痛 真的是很痛 那个喔 你看到那种 我没有想说 我是做什么拍摄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 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一个打击 真的是打击很大 我没有碰过这么大的打击 但是我真的喔 我... 就像我讲的啦 当初是 本来是万念俱非 後来就想說 我有四个儿子嘛 总不能说 给人家转一下好不好 就死了 我老婆一直 他一直很省得 这丑那丑 會心疼 雖然人家說 大丈夫有淚不清談 但想起白手起家 共同打拼的太太 零點心裡人是滿滿的不捨 這是我第一次看我先生 就是落淚 然後他落淚並不是抱怨 他是說 老婆我真的很感謝 有你陪在我身邊 一起經歷這一個 就是不然他自己 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們真的很多天都沒有睡 都不敢睡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你不要再哭了 他說他自己也一直哭 然後就感謝有你陪著我 女生沒有用 女生根本就沒有用 所以都會趕回去 那會留手是因為真的前一天 他是就是禮拜五 他是颱風當天他生日 那真的很不巧 就這麼大的一個風災 我先生在試過之後 我看他哭 然後他是講說 真的很感謝老婆有你陪我 一起共渡這個待遇 不然他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爸爸他總是不哭 那時候我問了自己說 我到底能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就只是給他們一個擁抱 之後的每天就是 大家一起去面對這一些 一起去修復這一些 我們生活過的環境吧 重建家園的入伍雖然漫長 但有家人朋友的陪伴 以及社會大眾滿滿的關懷 讓他們感到不孤單 我活到五十歲 我真的第一次受到人家的接觸 就是救濟 他送你來送水來 那種情景會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要努力啊 我們要加油啊 有這麼多人支持我們 我們不是被人家就是忽略掉了 就是在這邊自生自滅 或許天無絕人之入 風災過後 林大哥清理魚池 竟然有了意外的驚喜 你看這隻一斤了耶 這已經一斤了 好像在養兒子耶 你知道嗎 客人常常講說 你如果這麼厲害 你如果能養兒子 我說哪有吃 這就像媽媽的養兒 把死 把養 就這樣養他啊 我們會知道他 他肚子餓了 或是他不舒服 我們看得出來 真的看得出來 當初知道我的魚 保不住的時候 真的很沮喪 這裡都一直都沒有來看牠 因為水都漏的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魚 就不理牠 那過了幾天後來看 這個魚都還活著 那時候也想喔 為什麼大魚都走了 小魚都給我留住 後來觀念一轉說 這就是留下希望 他留下希望給我們 當時留下的四千尾小魚 讓林大哥在黑暗中 仿佛看到了一線生機 也燃起了重生的希望 這個真的喔 都是我們從一粒蛋啊 24小時這樣子 這樣要勾... 勾起來了 沒什麼撇步 你就用心 牠不會講嘛 牠不會 所以你就是很用心的 來照顧牠 牠會有回報的 這條鱉很乖喔 各位鴨子 你們在台灣 你們早看的時候 我先抓鴨子 先來 撐一下 不 對 來 有誰要抓的 來 手托住就好了 你在台灣喔 很少看得到鴨子 對 鴨子其實很少看得到 因為牠不好癢 之前有這樣摸過鴨龍魚嗎 完全沒有 是第一次耶 感覺摸起來 感覺是怎麼樣 很光滑 而且小baby好可愛 擦乾淚水重新再出發 風災過後 留下的不是傷疤 而是不變的堅持 家人朋友之間的扶持 讓彼此的心更加凝聚 我要繼續做 我一定要繼續做 因為沒有那麼困難 鐵開一段很多辛苦一面喔 我們在這裡是快樂 真的是快樂 因為我們喜歡養魚 我們喜歡這樣工作 這樣這樣 好的空氣啊 這個環境我們真的很喜歡 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父母做這個很辛苦 然後是經歷了這次風災 其實我才就是 比較深刻的感受到 這是我家 這是我們家 雖然還是會覺得 父母做這個真的很累 但是更多的時間 也更多的意願 來幫助他們 我們喜歡這裡 還好我們一家人都在 人要去想我擁有的 我擁有我的家人啊 我擁有好朋友啊 不要去想我失去的 這個風災讓我們學會的 就是說活著真好 真的 生命在 錢在賺就有 風雨生信心 走過風災的創傷 0.1家人並沒有被吹垮 依然用堅韌的生命力 傳遞幸福的滋味 不想寶寶 人生也幫忙 是 你 真可憐 那 不想 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